星宇航空早在10月25号挂牌上市 也掀起了史上最热的抽签潮 抽中就直接赚2.3万元 不过最后的中签率是只有2.48% 而另一件航空大事则是长绒航空的部分 赤资百亿美元签下了台湾史上的最大订单 购买了33项的空中巴士客机 预计能够减少高达25%的燃油消耗 要来朝向2050年的净零碳牌卖进 对上百万投资人来说 21号最期待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券商APP 看看有没有中奖 为中签很可惜 星宇航空25号挂牌上市 潜在获利超过2万元 引爆了新股抽签热潮 剔除不合格申购后有160.7万人参与 最后中签率仅有2.48%引起了热烈讨论 除此之外航空舰另一届大事 就是长绒航空与空中巴士 举办攜手永续飞航活动 除了庆祝长绒航赤资百亿美元 购入空巴33架客机 创下台湾航空史下最大订单 预计星期可减少25%的燃油消耗 宣布朝近离碳牌的目标买进 大家现在都面临的一个供应链锻炼 其实他们有受到波音的这个SPIRIT 这家供应商的一点点的影响 不过以目前来看 大概就是在2027年的第一季 我们最近有做了一些租机延租的计划 整个看明年的这个客运的需求 我是觉得还是非常的乐观 除了新型客机能减少四分之一的油耗 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永续航空燃油SAF也是一大关键 和化石燃料比 SAF碳牌在生命中期中平均可减少百分之八十 而目前所有空八居可使用上限百分之五十的永续燃油 目标到2030年能以百分百的永续航空燃油运行 永续航空燃油这一块 因为它是在要达到2050净零碳牌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依照目前的估计 大概要占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才有办法 它的成本比现在的航空燃油要贵三到五倍 其实我们还蛮需要政府在整个SAF的这个政策上面 给我们多一点的支持 展望后世营运 长荣航总经理孙嘉明表示 第四季为传统的货运旺季 从第二季开始货运就几乎没有断过 而美西塞港的状况 目前没有特别影响到空运的需求变化 而客运表现依然亮眼 看好明年的营运依然非常乐观 记者唐家一张号铺台北草包导